歡迎來到新一期的漫遊在別處 此刻我們在普特牙中部的旅遊小鎮埃伍拉 我精選了幾個景點 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走 咱撩撩去 埃伍拉位於普特牙的中部 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整座城市有四萬語輪 古城區保存的現代王號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埃伍拉主教祖壇 是埃伍拉重要的國籍之一 整座教壇恢鴻大氣 雕塑栩栩栩如生 不愧是當地的地標建築 作為羅馬天主教 在普特牙的三個宗教區之一 這裡於1988年被列為世界遺產 4.5歐的門票就能讓你參觀你們的教堂 塔羅斯坦以及克勞斯托寺廟 教堂裡的裝飾是經典的天主教堂風格 大氣而又嚴肅 從側門走出去就來到了克勞斯托寺廟 寺廟的走廊裡擺放著一些工藝品 沿著走廊走一圈 便能近距離欣賞他們的美 寺廟中間是一個大花園 可惜今天早上沒有陽光 要不然這個花園肯定極美 緊接著我們沿著塔羅斯塔的狹窄樓梯 爬到了教堂的頂端 由於教堂位於古城的最高點 在教堂頂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大霧天氣給古城披上一層神秘的火山 教堂頂端的設計和裝飾也頗具特色 因為欠缺保養的表面 加重教堂的歷史感 從頂部鳥看克勞斯托寺院裡的花園 嗯 這設計還是非常不錯的 接下來要去的是艾伍拉羅馬神廟 一座供奉古羅馬越南女神 和狩獵女神戴安娜的神廟 一個非常重要的古羅馬遺址 神廟建於公元一世紀 經歷了幾次損毀和修復之後 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 即使它身上滿是傷痕 它的精美仍然處處可見 在它曾經輝煌的歷史中 神廟不僅是祭天的地方 這裡更有著啟示和法庭的功能 為當地人的社交提供了重要的場所 今天就有一大群的伯特牙人 在這裡跳廣場舞 果然燦爛依舊呀 最後要去參觀的景點是 艾伍拉博物館 這裡被稱為國家博物館 收藏了大量的考古和藝術品 貌似有些藝術品還挺後現代風的 產品主要來自於 弗雷亞最偉大的收藏家之一 弗雷大教主 羅馬雕像 家居飾品 大理石畫 馬賽克 以及宗教相關的油畫 占了很大的比重 我們是最後一波的參觀者 感覺全博物館的報案都在監視著我們 這待遇讓人有點不赦 參觀完博物館之後 順便逛一逛當地的聖誕集市 四六的疫情 讓這本來就不盛大的集市 顯得尤為冷清 大家整次過了一個艱苦的尼亞 OK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 感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歡我的節目 請記得一鍵三連 我們下期再見